好 大家好 我是鄭陽鋒 我都會說我是一位還在努力中的導演 那我擅長的東西是紀錄片跟商業影片 好 我看一下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講說 採集中的數位觀點 轉譯和呈現 那我在這次的分享中 我會以四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採集 再來是數位觀點 再來是轉譯與呈現 那我就先稍微花一點篇幅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鄭陽鋒 然後我是剛才有提到紀錄片導演 那我開始參與紀錄片是從幾年 大概我大二的時候就是認識了桃園一文陣線 然後因為桃園一文陣線比較是偏向於做社區營造 還有天野調查的一個協會 那我也跟著他們去認識了 對 我先講一下我是讀原治大學 那我那個時候對於原治周遭的環境都不熟 還有桃園也不熟 那我也透過這個協會慢慢認識很多桃園跟重力的各個故事 那我就想說 等我畢業之後想要把它拍下來 對 然後在畢業後我就去 我就去當兵 然後當消防疫 那消防疫的話我就在裡面也有 我知道 就是我是在高雄桃園當消防疫 然後也覺得 也參與了很多就是救護啊救災啊 還有他們就是幫人家壓兇的一些事情 就覺得很多事情其實 就是 就很多事情都是很真實的 然後再加上我很喜歡看電影 我以前是一個禮拜都會看一部電影 而且還會去電影院看 那我這邊可以稍微說明一下說 我覺得影像這件事情也有趣 從第一張照片出來之後 就是影版照相術 然後開始到了有盧米埃 盧米埃兄弟的一個火車進站 然後等到 然後在這樣的動態演變下 就形成了一個電影劇院 就是一個充滿聲光效果 然後還有大螢幕的一個黑盒子 那其實我很享受在這個黑盒子裡面去看東西的過程 就是我現在把它叫做沉浸感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好像在電影之外 比如說我剛才有講說我去當替代役 然後也有去參與過那些救災現場 那我覺得好像你眼前看到一切的東西 都是那種沉浸感的一切 就是可能說像電影它都是靠硬體 靠畫面靠導演詮釋去撐起這樣子的篇幅 但是其實我們生活中可以用 就是其實我們在清零現場的時候也是有這樣的感受的 對 然後因為我是比較擅長於從地方觀點去切入 所以我可以 所以我是 還有就是因為我進入這個劇組 我進入影視的行業是從廣告開始的 那個廣告的話都會是希望說 任何的畫面都是被設計好安排好最精緻的 最容易讓觀眾理解的一個畫面 所以那再加上我自己有設入一些 田野調查的一些事情還有一些參與 那所以我就覺得我的風格好像慢慢的 跟這個土地有一個很切合的關係 就像是說像我們看到說畫面的右邊這個小孩 像以往可能我們拍小孩的畫面 譬如說是關於一個兒童美術館的 可能大部分的攝影師都會選擇用比較 我們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事情 但是我就發現說其實 我們要蹲下來看跟站起來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選擇 就全部全部任何的一切的東西 都是用小朋友的角度來拍攝和設計這個影片 等一下會播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是我參與一些 我當任導演拍攝一些影片 那有得到了一些國際的獎項 這樣 好 那我就開始慢慢介紹一下 我再開始講一下我在影片裡 我在當導演的一些案例 看一下喔 有嗎 沒事 我看一下 欸 結束放映 在哪裡 欸 這有拉進去嗎 沒有沒有 在這邊 喔喔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喔 那邊好聚喔 那邊是你的聲音 好 好 然後我就稍微看 因為既然是講桃園嘛 然後回頭看一文正先 我就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喔 可以開聲音嗎 喔 沒關係 不然我用我這個 我看一下 就是 這個是 就是這個是 就是這時候我也 我也是在這個回頭看一文正先認識悅德的 然後樂隊也在現場 那 對 這是我第一部 跟協會 因為他們要辦一個民辦的藝術節 在 西民街 然後 我覺得很酷 因為他是民辦的 然後加上他們有些團 就是主要的核心人物是劇場出身 那他們決定以這個街去為舞台 做一系列的 就是舞台演出 然後再來之後 第二屆我就沒有參與了 因為我就去當兵 第三屆回來了 然後我就來拍了另外一部 我覺得 我自己也蠻喜歡 而且這部其實 他幾乎改變 他幾乎改變了我自己在接案的生涯 對 超級相反的 導致 稍微我把它關起來 喔 他是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到場上,John Lee 好,我就他邊播我邊說明一下 因為他們在第三屆的時候 他們是辦在中地5號倉庫 那5號倉庫是位於中地車廠旁邊 那他以前是一個他們物資的集散地 那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那我就想說,這次很多演 他們這次的證件方式是找很多學生在畢業製作 然後被老師打掉的企劃 他們就估計他們再拿來投案 然後這些是有選上的同學 那我覺得蠻多數都是裝置跟舞台演出 那我就想說,我不如就把它當做是一個 整個倉庫都是一個舞台 然後去做類似一個 偽進到底的方式的演出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因為這個學生大概有十幾位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舞編 就是動作指導 然後我們就說 可能我們這部的預算不高 但是我們有很多人可以幫助你 然後我就覺得他在舞編 然後又有會跳舞的 然後我想說還不錯,就願意嘗試一下 那這部片其實拍完的時候 不僅沒裝起來倒貼了一萬多塊 但是我覺得我蠻開心的 這是一個創作 然後這部片後續也有讓其他公務門單位看到 也有邀請我去拍攝一些他們的一些形象影片 對這片其實我是到處熬我的攝影師啊 燈光師啊還有 就是各種我影視領域的朋友 還有他們的每邊也是可以讓我隨意的去 許願 這裡面有出現一些閃爍的畫面 都是請他們製作的 好 然後這一片 對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一片也有影響我的接案的生搖 我在 我在替代役退伍之後 我就先去桃園文鎮 先去擔任一個刀爛的員的工作 那他的工作就是很紮實的 要去中立的街區去做一些填調基礎 但是他們當初叫我進去 想說你們可以拍一些影片 但其實我做的半年沒有碰到相機 然後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辭職了 那時候是裸辭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自己接案好了 我就跟我爸媽借了一些錢 然後買了相機 然後就拍了第一個這個案子 那後來 這個案子也讓大謝木博官的一個 其中關於行銷部的負責人看到 他說滿酷的耶 那我覺得今天就是在開園人年會 那我們 那其實就是要討論一個開放性的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我的我們影視權的接案生態 其實也滿像是這樣的狀態的 就是我們不像是一個公司體系下 就是上面有丟什麼東西下來 我們就做什麼 而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業務 自己去打理這些就是對外的東西 然後自己去找案員進來 那我也是在這部影片拍攝完畢之後 就在一個姻緣集會之下 大興木博官他們剛好有辦一個 可能類似生活概念的展覽 但是生活概念這個展覽 當初就是飆到的廠商 他們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比較擅長的是去做商展 就是比較像是給你好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就把它畫得美美的 設計的美美的 然後擺在南幹展覽館 然後擺在某些大樓底下 他們比較沒有去做過類似這樣子 需要有一些填掉資料的展覽 於是他們在 他們管理 這些木博官的管理也很痛苦 因為他也 他們自己也下海去幫他去做這些 然後把他去做填掉 然後因為時間已經只剩下四周了 然後他們沒有任何的影片的團隊來拍攝 然後那時候 就是對我的窗口叫雅如姐 他就打給我說 楊鋒 楊鋒 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我說什麼事 他可以幫我拍一部影片嗎 然後我就說 好啊 我最喜歡拍影片 然後他就說 實在是有點急耶 大概只有一個月左右 然後我就說要拍什麼 他就說 因為大溪就是有很多東西 還有人文地景產 然後他的範圍又很大 那我想要希望你這個影片 我不知道要拍什麼 可是我希望他爆山爆海 好 爆山爆海 天啊 然後我就說好啊好啊 那這支預算大概多少錢 他說錢不是問題 但是要一個月內要完成 然後 然後因為我大概知道幕府館他的 就是他 就是預算其實蠻高 大概五十萬 最後大概五十萬左右 但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只有一週 然後 再 不是不是不是一週 是一個月 但是因為我沒接過那麼大 那時候我大概這片大概三萬左右 然後下一支案子 就五十萬 對我來講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然後我就想 我就花了一個禮拜去思考 然後思考完了 然後就硬著頭皮接了 然後我記得的時候只剩下三週 然後我就在思考說 我到底該怎麼做 我就 然後我當然就是 就發揮了我以往在協會所 學習到一些方式 第一個就是先知道 木博館到底有怎樣的資料 關於大西的人文地景產 那我就開始去蒐集 那在蒐集的過程中 我開始寫腳本 然後因為我們時間實在太少 我們在 我就邊寫腳本邊場刊 然後看到PTOLO畫面就拍 然後拍完之後覺得不錯 然後再改腳本 就是這樣子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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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操作 然後剛好就是 我覺得也蠻幸運的是 因為也 就是大西他們 木博館對於他們周遭的環境調查 其實是做得非常 算是詳細的 而且他們也有一些大西的雜誌 他們的地方誌 我覺得就介紹蠻清晰 我當時大概花了一個晚上 把他所有的雜誌全部看完 然後開始去衰選出 我需要的東西 欸 欸 東西 那我就繼續播第二部大西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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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然後這一片的話我可以 我也是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他 我當初在構思這片的時候 會覺得說他既然要包山包海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 短時間內看到山又看到 就是看到水又看到田 我覺得應該就是風了 就是風 所以我覺得我整部片的雕形 就是把風當作是一個主角 然後用風的視角來看大溪的所有產物 然後這邊就是不免俗的 要稍微展示一下他們的座物 然後就會接到一些他們在 興南老街的藍室 就是藉由風的這個載體 去帶著觀眾去介紹大溪的人文啊 產業啊 還有他的地方 還有他們的產這樣子 然後就蠻妙的事情是這些店家 都是我前一天 前一天問 我說欸 你的 我說你的餅很好吃欸 我可以明天來拍嗎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師傅蠻特別的 我是透過他們 我是透過他們當地的其他的木工師傅 就一個一個介紹找到他的 然後這些就是木工館推的一些文創商品 就是蠻酷的 然後剛好又碰到他們的 家庭公的落鏡 家庭公的落鏡 對對對 然後我也就透過 他們好像也在夜戀嘛 然後我就問說 我覺得你們的就是 你們的那個將軍很好看 我可以明天跟著你們拍嗎 他說好好好 那五點到那邊集合 然後我就趕快衝去 就隔天幾乎沒什麼水 就衝去那邊坐上他們的三噸半來拍 然後也意外的捕捉一些蠻不錯的畫面 就是一個小朋友跟八獎牽手的啊 這樣子 但是不免俗的 因為那時候剛好 欸 什麼 什麼街啊 那個 欸 是地景藝術節嗎 還是 欸 不是大喜大喜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蠻 就是類似地景藝術節 或是說一個啊 花海節啦 對對 花海節 所以他就說不免俗的 好像還是要拍一下花海節的畫面 我說好好好 就夾這樣 然後我們回到 看一下 我回到簡報 看一下 就是後來大溪 因為大溪 大溪木博館蠻特別的 他是從一個很小的日式建築 然後慢慢的 就是蔓延把他其他的老建築 武德殿全部都整治起來 變成一個大園區 然後他們在所有園區都整治好的時候 然後他們在所有園區都整治好的時候 就也親我拍了一支影片 那我們就 剛剛看完那支就可以了 我就直接跳下面 那當然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因為我很多 可能紀錄片啊 或是形象影片的養分 都來自於桃園 那因為我的職業是導演 所以我還是得接一些案子來 就是來賺錢 所以還是有接了一些外商公司啊 還有一些日齡種種的 外商公司的影片 那這支也是蠻可怕的 但我覺得 我可以看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這支其實整個風格 整個風格變得超商業的 那 這個他主要主打的是一個升降的桌椅 那他號稱這個桌 你只要使用這張桌子 你就可以進入一個心流的狀態 就是一個非常專注在自己當下的工作 對 所以他涉及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都是為了要服務這樣的使用者 當然是要賣給 賣給美國 然後一張5萬 對 其實還蠻可怕的 那不管 總之就是我接了這個影片 然後找了外國演員 但是我覺得這支片子 就是也讓我重新的思考 我到底喜歡拍什麼 對 就是 商業的 當然我 商業的東西我也會操作 但是我好像比較喜歡 稍微在地一點點 好 我想說一下這個聲音 他後面這個聲音後來他們 因為他們看到最近很多 很多國外品牌都做Logo Sound 就是一個Logo 動態出來之後就會有一個聲音 然後他們決定 他就順便找我們做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是 Triple GVT出來以前 然後我朋友剛好是學機器學習的 他就知道說有AI這些工具可以使用 他就用了AI去做一首音樂 就跟他打出圓滑的 科技的 然後時尚的 然後就蹦出這首音樂 對 對 所以這個聲音 我們大概花了三秒鐘就做完 好 我再回到簡報 對 我覺得我比較 就是剛剛我是從講那個 空城現場聽到一半走進來 就覺得有點小嚴肅 因為我發現我突然 我在思考說 就是我跟中立的關係 就是我跟桃園的關係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我外婆家是在中立 我讀書的地方在中立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認識了寫桃園文正先之後就 好像就黏住了 就我發現我好像蠻多案子 其實會到台北拍 但是拍一拍 然後又回來桃園繼續拍 那這個東西是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案子 是關於那個十門千春的 就是在去年地景藝術節的時候有 就是他們想要去跟透過一個營隊去跟小朋友推廣說 就是十門水庫 以前底下有住人 那因為蓋了十門水庫 所以這些人在戒嚴時期的時候被迫要搬禮那個地方 那他們就釋散了各地 那分別釋散到了十門 然後釋散到了沿海地區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地方 然後他散落這些地方的時候就形成一個聚落 然後這些聚落就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學校 就是成立一個自己的學校 那我們就是到這四所學校裡面去講這個故事 那我覺得還蠻酷的就是說 我們 我就跟著這個協會的團隊去做一個田野調查 那去調查說 這些學校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在 是從水庫裡面搬出來的 就譬如說有包含信仰 他們的伯公 還有一些夏靈公等等 就是要很多他們的故事 還有他們就很多故事 還有他們曾經的一些生活樣態 就是慢慢也被遷移到了其他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帶著小朋友到街區裡面 去看看自己的社區 看看自己的家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平常沒有注意到的 那我們就先說 你可能到一個地方你要認識他 你就要先知道他的故事 那從哪邊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廟宇裡面的那個 他的那個碑 石碑 都會有 石碑上面都會有一些 他們這個廟宇的興建過程 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有 記載了這個石門水庫曾經的一些歷史 那這個就是動畫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 就是在外面 就是我自己在做 我看一下 我自己在接案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個 就是 接案的生態裡面就是說 有個案子可能會有個需求 然後這個需求可能我不行 我就會找其他人來做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就很像是 有種開放性的存在 因為像譬如說我是導演時 我可能在這篇裡面 我是比較像導演那裡 就會找一個技術組來 完成這些動畫 好 我分享太多了 好 那我除了拍影片之外 另外也喜歡爬山 那剛剛有提到說沉浸感 我覺得在爬山這件事情上 體現得更加的明顯 那明顯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你必須要背著一個 很沉重的包包 就像這個一樣 很沉重的包包 然後那時候是雪季 然後你就必須要吸著這種冷烈的空氣 在海拔三千以上的山 然後又火又沒辦法 就是又很難點火的狀態下去 去欣賞這些美景 我覺得這是一個沉浸感的體驗 蠻好體驗 那我剛有提到說沉浸感這件事情 除了戲院裡面可以達到之外 那我在想說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桃園中的地方去拍攝紀錄片 我覺得我距離劇院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我就想說如果說沒有劇院的話 我該怎麼樣讓觀眾呈現 體驗這樣的沉浸感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把它拉到 就是這個影線的邊緣來討論 就是我覺得它不一定要有 很強大的硬體才可以沾線 它可以是一種 它可以是像策展 像是生活共鳴 來去體現沉浸感這件事情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今年的時候有做一個 就是我跟亞萍還有小杜 桃園文這些小杜有成立一個品牌 叫做剛剛那個LOGO 就是金山所在 對 這是我做的LOGO 然後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了 對 那我們的品牌主要是做藝術進駐 還有新秀策展人 還有空間租界這樣子的業務 對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今天我們是來到開源 這是我們在談開源這件事情 那開源讓我想到就像是 安卓跟蘋果一樣是開放性的系統 一個封閉的系統 那其實我大部分我對於 我對於封閉的話 我比較想到是大公司in-house 或者是你在某個固定的體制下工作 那我在這邊想要討論 花後面的時間我前面討論太久 我想要討論的是開放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有 都是自己 都是一個不同領域的 像我是影視的 然後桃園文陣線的話是比較偏社群 還有填調的 那新樂園 雅蘋那邊比較偏藝術策展的 那其實就是落差蠻大的 對 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直接往後跳 然後我們在 我們這個品牌叫金山所在 那他顧名思義就在金山街裡面 那就在中立後站 那我們會選擇在這個地方去做 我去租下這個空間 就是大概只花幾天的時間 就決定租下這個空間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 他其實周遭有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空間 去觸角到新住民的文化 然後還有老客家莊 還有一些 就是可能新 什麼 就是外配跟可能跟這個社區的一些 就像我們認識的里長 她的老婆就是昆甸人 來自印尼昆甸 那他們就是有一些 像他們會帶著他們自己家鄉的作物 像是香蘭 還有一些一些種子之類的 然後都會種在他們一個神秘農場裡面 神秘的小農場 那我們在今年的新秘策展裡面 我們就帶著這些藝術家 走到這些社區裡面 來看看他們的生活樣態 然後第一個就是讓他們騎一輛車 走在中立的郊區 那我們會這樣子安排行程 是因為大部分 因為中立真的有名的是工業區 然後是一個都市發展快速的一個符號存在 那我們決定說 反其道而行 帶他們去郊區看看 其實也不錯 然後帶著藝術家 剛好也 旁邊剛好有家 有別人三合運在賽谷 然後我們的小都就索性的走進去說 可以讓他們看一下嗎 都市人沒有看過 喔 好啊 然後我們就大家讓他們體驗一下這些 就是賽谷的這個動作 然後這是里長 這是我們 就認識很久很久的里長 他就帶我們去逛他們的菜園 然後他菜園裡面有印尼很辣很辣的辣椒 香蘭 還有他們自己種的南瓜 青椒等等的 那我覺得很酷的事情是 因為就是外景 就是移工啊 然後或者是外配這樣子 就是這樣 融入了大家 融入了客家人的生活 那其實從農田 還有他們的餐桌 都可以體現出這樣的一個很微妙的變化 那我們也將這些很微妙的變化 來讓這些藝術家們體驗 還有讓他們走進藝術 讓他們走進中立前站的一些新住民的商店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有些藝術家跟我們反饋說 他們走進去就是有點置身於不同的國家一樣 有一種很莫名的抽屜感 他知道他在台灣 但是卻看不到任何中文字 讓他們覺得說 這種感受是蠻特別的 然後也帶他們到了泰國的金色去參觀 那我現在拍的這張照片是他們的一個八神 就是他們星期 他是說星期一到星期日 每一天都有一個神 然後可能看你的身子 看你的時間點 你就可以去拜他 然後可以去祝福這樣子 然後他們 然後我們到了中平商圈 那邊也看到了 他們就用很 就是很粗暴的方式來寫 這些水果啊等等的東西 然後在下午的課又很跳痛 因為剛好其實這是在 這是在7月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帶這些藝術家來 學習ChapGPT 那我覺得蠻酷的事情是 因為原本設計這堂課給藝術家的時候 我在思考說 會不會藝術家很反感 因為 因為其實在前陣子 就是有一些在網路上會炫耀自己 用Me Journey或Stable Diffusion 去做出很酷的畫 很酷的圖畫 那有些藝術家其實會蠻反感說 那我們會不會以後沒工作 會不會被他們取代掉 那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我們就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銀板造像術 我就說當時大部分的藝術家 都在追求寫實主義的時候 這個時候銀板造像術出來了 就是一個很可怕的機器 它可以很快的紀錄下 就是當那一刻最真實的面貌 那這樣子那寫實主義又是什麼 那我們最後給他們的一個想法是說 這是我們自己討論出來的 就是藝術會跟著科技走 譬如說我們 那我們會說藝術跟著科技走的原因是在於 可能當今天科技有些東西 突然間乍看是已經要 免壓掉寫實主義或免壓掉 我們現在的藝術家的同時 其實有些藝術的方向 它會找出一個 它會長出一些自己不同的方向 去繼續延伸出他們的美學性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酷的 我也跟他們講說 其實不要怕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用了 因為我找了老師他是讀博士 他現在在讀機器學習 他又用了一些馬克夫鏈 或蒙蒂卡羅這種演算模式 去跟他們說明說他其實沒有聰明 他就是照樣照劇而已 他只是用了一些方式去 用了一些方式去產生這些話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使用這些東西的人 他在想什麼 而且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也有模擬說你們要 這些你們策展人 竟然要做一個策展 那你們是可以嘗試的從 Trip GPT裡面去模擬 譬如說我們可以要模擬一些論述 模擬一些 你們可能要寫稿邀請誰誰誰來展出這樣子 對 那 好 我剛剛突然跳採集轉譯 那現在到了呈現 轉太快了 好 那在呈現的部分 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些新秀策展人 他們就是經過這些課程之後 得到了一些東西 像是有一位藝術家 他就是可能之前就是 就是他有在國外讀過書 但是他在身處別的國家的時候 有種抽禮感 那他就覺得說 他有一天突然看到自己的腳下的一些樹木 然後他就覺得這些植物好像都對他微笑 然後他就想要說把 譬如我剛有提到一些新住民種的花 種的香蘭 來做這樣的一個呈現 還有一位就是他發現中立有很多很奇怪 就是莫名的深層在那邊的椅子 然後他就發現說 這些椅子有不同的用途 有些是拿來佔位置的 有些是回收的 有些是下午 新街西河畔稍微涼一點的時候 就很多人會聚集在那邊聊天 那他就將這件事情做一個 跟自己做一個更深刻的連結跟思考 就是說 可是這些椅子是不是都已經開始有 這些椅子是不是 其實都有疊代一些不同的關係 像是說 有些椅子是聊天 有些椅子他就是佔位置 那有些椅子他就是 就是每一張椅子都有一個自己的主人 在照料跟坐在他上面 其實這些東西他都是有一個固定的距離的 就像是我們前面 就像我們在疫情的時候提到的社交距離一樣 就是他就有固定的距離了 你可能拉開他一點 他可能隔一天來坐的時候 就把椅子拉回原來的地方 就是他有發現有這樣的很微妙的關係 好 我看一下 講好像講太快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一位他是提到說 因為有一位藝術家 他自己就是新住民二代 然後他家裡三歲的時候 從印尼搬來台灣 然後在印尼後站開餐廳 可是他大部分都是跟著台灣體制的教育 學習成長的 其實他對於自己家鄉的事情 並沒有太多的了解 然後他就思考說 他是不是可以透過這一次的新秀策展人 跟著自己的家裡來做一道菜 譬如說做椰漿飯 然後他就把他跟他爸爸做椰漿飯的過程給記錄下來 然後他也會在這過程中 可能尋找一些自己跟印尼的一個這樣的連結 其實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這些藝術家經過的這些走讀 還有到後站來看一些新住民的餐廳 我覺得都蠻 就是蠻特別的 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在 對 還有一個人是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 現在Google那麼方便 他可以拿相機來直接翻譯圖片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中平商圈其實有很多段 是看不到任何中文字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藏域跟人的關係 去用這種Google Translate的翻譯出來 看是我們讀得懂的文字 但卻又不能明白的句子 這我就覺得 就是這些策展人的想法都還蠻酷的 就是蠻特別的這樣子 看一下喔 對 然後其實蠻 其實我最後要講的東西是 其實蠻多組 所以我剛才講ChipGPT 那我自己心裡其實有個願望 是想要把人工智慧這堂課 放進策展的領域裡面 就是每一次都推進一點 每一次都推進一點 那像這次我只是先教ChipGPT 那可能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蠻多的想法 在他們的策展上面 那其中就是關於 他們想要做那種各種的感應裝置 那我就思考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找一個 我是不是可以教他們 用ChipGP去寫 Argino的程式碼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現在 在中低的空間在做的事情 雖然跟導演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我在追求沉浸感是 這是我在追求沉浸感的方向之一 對 這是我的分享 對 這是我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個有問題要問他嗎 不用客氣 可以帶走 對 然後謝謝大家來聽 因為我已經在看人年會辦 2020 2021 2223 第四年在看人年會辦這種藝術藝成鬼 其實我是覺得蠻瘋狂的 因為我不確定看人年會的 參與的人會想要聽 藝術跟社群的什麼 因為我知道所有的藝術鬼 講的都是我看不懂的技術 而且我就是個技術白癡 對 然後今年做的比較有趣 是我們現在的藝術空間 從中山區搬離 原因是我們因為都更 然後我們房子被拆了 因為房子也不是我的 他就算蓋好我也不會搬回來 因為台北的房價就非常貴 所以我們已經一口氣搬去桃園了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台北人 然後我搬去桃園 我很關心這兩個地方的 某種上的差別 到最後同質性會越來越高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我以前我的學弟 他是個中立人 但是他覺得中立很無聊 桃園很無聊 每個禮拜都來台北 我說台北才無聊 就是我會覺得那個想像很奇怪 就是全台灣各地 有一個對台北的想像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回到 比如說你不是台北人 回到你家去看看 你家附近的廣告招牌 一定有一些詞 跟台北脫離不了關係 比如說中立後站有個建案 叫做金站中立吧 然後我看每次看著他 我就心裡想說 究竟有多麼想要成為 成為台北金站之類的 然後搞不好有一天 我就會看到台中金站 然後台南金站 各地都有個金站 這件事就是無法理解的 一種對於台北的想像 那最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去 我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觀光客都要來101旁邊 逛百貨公司 你可能在A棟看到的 跟CDE裡面的品牌都長一樣 更有趣的是 我忘記是哪一家百貨 把整個大稻埕搬進去 然後我就心想說你搬進去幹什麼 要這樣子我就去大稻埕就好 我為什麼要走進去 就是有一個荒謬的空間措置 在台北市不停的發生 那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台北的人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台北市現在的都更是 平均一到兩個禮拜 就會拆掉一棟房子 一個月那一整排 五棟到十棟就會全部拆光 然後大概再隔一個月 維迪就會維好 然後再兩三個月之後 他就開始挖土跟挖地基 這是我拍了一年之後 大概一年之後觀察他的速度 但唯一目前為止拆最慢的 就是中山北的國賓飯店 因為他們拆之前 我要講技術性問題 拆之前要把裡面所有的 金屬結構跟很多東西撤除 然後就一層一層拆 他拆到現在剩下三層樓 但其實國賓飯店很大 那大家為什麼不覺得 台北市在度更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中山北的樹沒有砍光 所以你不會感覺旁邊的房子拆掉 那個感覺差異就會不大 就覺得中山北還是長一樣 可是事實上他旁邊 全部都是歷史古蹟的街屋 那你為什麼沒發現呢 因為他全部用大型的廣告 砍板給遮起來 然後他拆之前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用藍白防部圍起來 然後當他拆下來的時候就消失了 你也不用提爆古蹟了 這個就是台北 桃園現在的狀況是 他其實有非常多街屋 比如說他剛剛講的中平上圈 中平上圈走進去的右手邊 因為他總體有個岔路口 右手邊其實有一整棟 非常漂亮的結構的房子 雖然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麼 然後直接到那邊 就是有一個賣冰的龍樹下 對龍樹下的冰店 然後他離五號倉庫非常近 那五號倉庫現在已經提定是古蹟 但他現在因為屋頂壞掉 所以沒辦法用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營運 但他至少是一個古蹟 但是現在桃園有個非常恐怖的交通建設 就是當他地下化石對這些古蹟的影響 那他想要變成一個更厲害的城市時 他勢必放棄掉非常多東西 那大家有看過地景藝術節嗎 就有機會再近年來看看 咱們的桃園地景藝術節 對 每年都很歡迎大家來看 桃園地景藝術節就是未來建設的重要指標 桃園未來大型重要建設的指標都會在那裡 所以地景藝術節的某種程度 它是一個都市規劃的前導 那這個地景藝術節昨晚會不會留下這個地景 未必 地景藝術節會不會帶來地方繁榮 問號 所以其實今年這個議程我覺得很硬 然後就我其實真心感謝大家坐在這裡 因為我本來很害怕今天沒有人坐在這裡聽 就是這樣議題的東西 因為這個議題的東西 尤其是你在一個快速生活的台北 你很難發現的事情 你甚至是自己長在台北的人 他也不一定覺得這件事重要 他覺得越新越漂亮越好 他也不會覺得這件事重要 可是我覺得我非常有立場 我就是一個在台北長大死台北人 因為我去別地方念書 大家都會罵我台北人 就會覺得你都不知道 我們這些不是台北人的辛苦 我心想說你要不要來嘗嘗什麼叫台北人的辛苦 你可以在你家旁邊巷口再買一棟房子 我家巷口我都摸不起了 我跟你講那個叫台北人的辛苦 就是你可以理解那種痛苦 你覺得便利可是我要付出的代價 他其實是長得不一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用很多程式語言 設備什麼之類的 每年都一直換一直更新 那是一個好像一種生活日常 可是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今天更新的所有手機跟設備 最後這些東西最後去了哪裡 他到什麼地方被回收被分解 他對這個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就所有的便利之下 他會造成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每次在邀請講者的時候 都有一個企圖 我又有企圖希望讓不了解 覺得我們好像在做沒用事情的一群人 讓比較有能力在讓這件事情擴大的人 了解我們在幹嘛之後 也許大家可以用你們的專業 讓更多人去關心你 你現在站在的地方 那最後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熱島效應了 最近新聞有個新名詞 熱島效應 已經沒有了 就最近有個新的名詞 就因為現在氣溫已經高到一個地步 熱島效應已經消失 但有另外一個名詞 是今天早上我新聞看到 就是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說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我們不只是上次春夏 春秋兩個季節 我們有可能 以後所有的季節都是夏天 我們的農民力會失效 然後台北市的熱 這是我們製造的 我們追求進步跟我們買來的那個房子 所造成的那個結果 因為結果 因為我們所有的購買跟資本 沒有辦法回應到這塊土地 而且這個掠奪之後的結果 我們未必會承受 我們現在有能力去買房子 裝冷氣對不對 那這個資本的負擔成果越高 我們的下一代有沒有那個能力 這個我不敢保證 那海水會不會上升呢 我覺得一定會啦 對這個我覺得以後 威尼斯在台灣 大家不用去義大利看了 我們就在台灣自己划船就好 也不用買車了 就是買那個水路兩用的車 因為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覺得 應該說我現在的總監 我本人對於環境很在意 我雖然不能活千年萬年 但我也不希望這個環境消失 所以我找的主題議題 都是會回應環境的議題 除了我們2020年第一年參加的時候 我提的那個問題是 如果一個藝術空間消失 如果一個組織消失 我要怎麼開放我所有的資料 讓後面有人知道 只有那一年的時候 我的確是做Wikidata的那個 我們在操作Wikidata史的內容 那一年 那因為那個計畫 我們已經做到今年差不多要收尾 對 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所有的Data要開放之前 會有著作權跟授權的問題 這是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原生資料如何處理 再利用 對 那這也是我們正在處理的事情 那要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我們怎麼處理呢 就是等我們後年吧 我們後年會把這些東西 整理成一本書處出來 對 然後就是我講很多廢話 我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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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